大家好,今天是2023 5月19日 現在幾點? 12點51分啦 今天要來閒聊 胡說八道一下 今天畫的畫面這一張 有一天去布袋出頭 他去賣那個井 布袋港,嘉義的布袋港 那邊的海鮮還不錯吃 今天最主要就是 那個井是蠻大的井 我覺得我會讀的時候會有一個瓶井 就是說 畫蠻大的井 然後是在非常小的紙上去畫 那這時候怎麼辦? 要怎麼畫? 其實我也不會 我現在會在上面 這16開 也就是2開 的對半在對半 16開 那所以其實不大 不大要畫這麼大的井 其實就是 大井小畫 如果要把它畫得好的話 可能要思考一下怎麼畫 那其實我還是做不到一件事就是 如何把井物 再抽象畫 然後再把它集合化 然後簡單化 畫翻 微簡 這個方形 還是偏向於巨像 因為那個陽光很漂亮 我就把它畫比較具象 那畫就是這樣 本來我們 還沒畫之前 還沒畫之前 會內心 會一個 假想 一個構思 我要什麼樣的 氛圍 我用什麼樣的色調去畫它 可是畫到最後 你會發現 你的手 有點笨拙 你的腦袋瓜 會打結 畫到最後 會從透明畫到不透明 不透明 越畫越不透明 所以我這一張 就變成這種 下場 就是變成 有點半透明半不透明 那每個東西都畫得蠻強 那其實這樣的畫法 沒有什麼不好 但是對我來講 我比較不喜歡 我希望可以跳脫出那種 比較 比較具象 拘謹的方式 而是用比較 灑脫的方式來做 所以我 體育就說 畫到是一種 很高深的修行 這種修行 是每天要不斷的去訓練 每天要不斷的去思考 去想 然後去實踐 這種修行 很像副成長一樣 如果說 沒有經過這種 創作的過程 說實在的 我們 除了在技法上 沒辦法精進之外 我們每天也會打開 我們腦袋瓜 也會生鏽 也沒辦法去 去理解很多的 有關於色調 空間 結構 等等的問題 甚至 提升到 比較 形而上的 精神層次的問題 所以 畫畫 有時候蠻痛苦的 有時候蠻痛苦的 但是你會說 畫畫要 這麼嚴肅嗎 那也未必啦 有時候 畫畫可以是一種 很休閒 很輕鬆 很放鬆的狀態 進行 畫畫畫 有時候是一種充電 像我最近 我 無論是在工作上 或是在生活上 或是有一點小 小的 這個沮喪 所以透過畫畫 其實可以很療癒 尤其 在沒有 沒有人去干擾的狀況之下 那其實畫這種圖 還是蠻療癒的 因為你可以全神灌注 然後會暫時把一些 不舒服的 不愉快的 會暫時拋掉 所以我要說的是 這是畫畫 對我來說 它不只是一個工作 它也是一個 讓我療癒的一個 一個方式 一個興趣 不知道各位 你有辦法去推薦這點嗎 現在我們的畫面 有得在衛生 整個結構跟型態也都出來了 看起來就是很不透明 很不透明 希望你會喜歡 那我今天跟各位 先聊的時間就到這邊了 那謝謝各位的欣賞 你如果覺得我們的 音樂不錯 按讚、訂閱、分享、留言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主三高中美術班的 小潔老師 如果你們有 國中心的孩子 有想說要來這裡 高安學習 歡迎 歡迎 今天就說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拜拜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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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